Slow Dream 本期视频依旧是非常主观 非常个人向的 在知道付费点播这一事件后 我实在是坐不住了 作为千千万万的用户和观众之一 关于付费点播 我有些话要说 暑假结束之后 国产影视市场立即进入了一个东西时期 在年末寒冷的日子里 我们终于等到了他 庆余年 再已经经历过数不清的大IP 加大制作 加实力派 最后却产出一部分不及格 甚至完全无法看下去的作品后 庆余年 却是带给了我不小的惊喜 所以从一开始 我就在微博各种cue他 cue到粉丝觉得 我是不是在直播剧里也有股份 播放初期 庆余年的更新技术 让我犹新的觉得不合理 且不够看 所以我一直期待他的加根 但是期待他加根的同时 我又害怕他搞出付费点播那一套 然而结果震应了那句 你越是害怕的事 就越有可能发生 怕着怕着 他带着他的付费点播 果然又又又又来了 从陈情令 这庆余年 我愈发担心 有些事情一旦开始 以后便会成为常态 一切就像温水煮青蛙 而VIP付费点播 一下看更多集这锅水啊 让我觉得实在是太汤人了 为自己喜欢的句付费 我完全接受 毕竟影视公司和平台 同样需要在竞争市场下生存 但是假使我已经开通了会员 还要再付费 这便让我有了一种 被欺骗 被愚动的不爽 迄今为止 我已经直冲了五年腾讯 七年爱奇艺 优酷和芒果也始终保持年度续费 选择成为会员 是因为我以为冲了会员之后 就能享受平台最优的服务 然而实际上 影波收费 中刹广告 甚至还有了所谓的VIP用户 专享广告 需要自己手动 才能将它关掉 这些操作 带给我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我的VIP注水了 它没多大用了 我再也不是当初 他们宣传语里面 那个尊贵的VIP会员了 或许有人会说 那你可以补看 可以等 是你自己选择了付费提前观看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十分合理 我 如果从一开始 就明明白白信息透明地告诉我 看这部剧要花多少钱 看这个会员不包括哪些服务 我可能依旧会吐槽 但是我会欣然接受 不再事后BB 这个才叫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可如今的问题是我已经开了会员 却又让我二次付费 难道我当初付费 只是为了买一个再付费的资格吧 就像我旅游本来开开心心地 抱了一个团 结果中途你开始这样那样 让我加钱 你说 我该不该投诉你呢 催根催根催根 万万没想到 我们所要的加根 竟然最后是以这种方式呈现的 交钱多看几集 鉴于是我自己想看 我叫我忍 但是交了钱之后 剧我是快速看完了 但是快乐没了 喜欢一部剧除了剧集内容本身好看以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看剧的氛围 我个人主观的感受 一部剧一个晚上更新集数 一旦超过了四集 效果就不太好 所以我自己是不太喜欢正在追的剧 突然一下看六集 看八集 甚至看全集的 因为一个人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 太多集数会导致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能快速消化 并且在信息爆炸的当下 只要上网就会被迫塞一堆信息 被迫知道发生的一切 这样势必会导致开心追剧的人 会觉得讨论的人在变少 大家一起追剧创造的沉浸式讨论的快感会下降 而没能赶上追剧节奏的人 又会被无奈剧透 往下看的欲望指数级的降低 一方面造成了用户的关键体验变差 而另一方面 更是损害了一部我们真正喜欢的剧 你知道遇到一部自己喜欢的剧 又能和周边的人讨论有多难吗 设想这个时候 一个男生为了追女生寻找共同的话题 就想每天看两集剧和对方讨论 你们这样的行为 冥冥之中破坏了一段 本可以可歌可泣的爱情啊 也不知道平台到底是谁给的自信 并不是每一部剧都叫陈情令 更不是每一部剧都有人愿意为之买单 看到有人吐槽 还不都是那些买单的 住就了他们的歪风邪气 我觉得讲的有点道理 但是作为付过钱的人 我又觉得有点委屈 就是有一种我被骗了 被迫花钱了 还要被骂的感觉 冥冥是平台方把我框了 我上头掉坑里了 他们开始收钱了 我是为了剧留在坑里呢 还是为了钱爬出坑呢 有人说可以解解网盘界 但是这个时候 除了平台 偏方 和我三方之间 我对为了这部剧切切实实 付出心血的其他人都有了感情 我完全理解大家说网盘界的心情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尊重正版 毕竟这也是对自己喜欢剧的一种尊重 而平台方和偏方 在我们尊重你们的同时 也麻烦你尊重我们 不要瞎搞点拨 好好保护你们的视频 不要随便鼓吹什么强大的正版保护技术 最后自己的宝贝被盗了 又要我们来买单 这次七余年的付费点拨 我还是会花钱去看 但是丝毫不影响我表达我的不爽 一开始让我花钱OK 把我骗进去奥次收费 真的很影响我的情绪啊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这是我的快乐 我的快乐被夺走的问题 作为一个影视博主 观看大众小众 热门热门的剧本就是我的工作 但我也就为两部剧买单 其他又有多少人会为之买单呢 虽然搞不清楚平台到底哪来的自行 但是我知道这真的很可能会成为常态 毕竟基于现在大多数的视频网站 都处于亏损的状态 平台要生存 便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但是假使付费点拨真的成为了常态 我也希望平台多动动脑子 再来挣我们的钱 付费点拨 真的是最粗暴最简陋的手段之一了 不要为了短期利益 完全不顾及用户的冠军企业 我希望我依然是尊贵的VIP大人 如果你们实在想挣钱 或许可以尝试做VIP的分级 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什么会员是去广告的 什么会员是能享受最优服务的 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选择的机会 而不是VIP钱到位了 再搞二次收费 你们要收取的不仅是我们的钱 更是我们的快乐 最后 希望付费点拨还是不要成为常态 毕竟我不想以后喜欢上了一部剧 第一反应 是担心他要不要付费点拨 再次收费点拨